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由保良局主辦的 第二屆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試次活動是由保良局全力贊助 並由idebate.hk承辦試次的活動 我是今天的主持idebate.hk的胡思文 今天即將會上演的是初賽的賽事 首先先為大家介紹今天比賽的評判 第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蘇欣樂小姐 不好意思 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的隊員蘇欣樂小姐 第二位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前隊員朱治安先生 第三位是idebate.hk的吳遠琦小姐 好多謝三位評判在白忙之中抽空出席 今天比賽評分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天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正方 他們是嘉樂薩盛邁學校 他們的主便是梁詠怡 第一副便是金詠 公便是郭曉南同學 結便是林喬欣同學 接著是介紹反方的同學 反方是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他們的主便是何月陽同學 他們的一副是莊成軒同學 公便是葉耳望同學 結便是蓮雅軒同學 請大家再一次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我們今天的同學仔 希望他們有好的表現 今天的辯題為張勤不能補絕 比賽先由正方的同學開辯 然後由反方開辯 如此類推 結便則由反方先行總結 然後由正方作結 公便的發言時間分為兩部分 每位公便將會有兩分鐘的時間 向對方的主便同一副作盤文 以及兩分鐘的時間向結便盤文 每次發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不可以超時 作答一方不可以反問 只可以回答 每位便員的發言時間有三分鐘 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一下鐘聲提示 發言時間終結的時候會有兩下鐘聲提示 每位便員的發言時間完結之後會有15秒的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完結之後會有三下鐘聲提示 超越了15秒的發言緩衝時間就會被扣分 每超5秒扣除5分 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 最後提提各位便員 發言之前需要先向主席示意 聽到鐘聲一下 之後才可以發言 由於事次比賽將會進行錄影 所以各位便員發言是需要使用大會提供的麥克風 如果沒有疑問 我們比賽即將開始 首先先由正方同學發言 你的發言時間有三分鐘 主席評判 由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是正方的主編 今天的編題是 張勤不能補絕 相信大家對於張勤補絕這個成語 絕對不會感到陌生 事實上我們的老師父母都經常把這句說話掛在後面 這句廣為天下人所熟悉的講法 大家可能會覺得怎樣能夠被推翻呢 今天我方正正希望大家能夠放下自己的主觀意見 來理解我方的講法 張勤補絕這句說話根本不能夠反映事實的全部 勤力本身並不能夠帶來補絕的效果 勤力實際上不是補絕的因素 張勤補絕這個想法 最先是出於唐朝詩人百居易 自盜棍擠提二十四運 夠煩無躍症 補絕莫於勤 勤力是一種態度 相信並不難以理解 所謂的絕是指某一個範疇的表現上 未能達到合理或者正常的水平 絕都可能是由於先天的條件局限 甚至是殘障所引起的 所謂的張勤補絕意思很明顯 就是指只要我們勤力地做不斷地做 必然能夠讓我們提升自己水平不足的地方 縱使天資較低都能夠以勤奮不懈介意彌補 換句話講要證明今天的變態成立 我方將會為大家說明勤力和補絕之間 其實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我方將會以兩大論點論正今天的變態 一 若然我們受到先天條件的局限 就無論我們怎樣勤力都難以改變現狀 超越本身的條件限制 再勤力都是圖現的 一個沒有戲劇細胞的人 無論怎樣勤力練習 始終都是無法說服觀眾 二 就算我們沒有受到先天條件的局限 但靠勤力也不能夠協助我們補絕 到底要做些什麼才能夠讓我們補絕呢 我方認為我們必須找出自己絕的根源 找出正確而有效的補絕方法 再加上找到適當的動力 需要的時候尋求協助 這些才是真正能夠讓我們補絕的因素 如果我們能夠充分明白自己絕在哪補絕方法 即是做到所謂的開竅 所謂一理通百理明 就算沒有勤力練習 我們都能夠提升自己的水平 反過來說 若然我們不堪地無辦法 混出絕的因由 勤力是改變不了什麼的 由此可見 今天的變題是絕對應該成立的 最後 請有方同學正面地回答我方以下一條問題 有方同學 你可不可以舉出一些單靠勤力就能補絕的例子呢 多謝 正方的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反方主編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大家好 我是反方的主編 今天我們的變題是張勤不能補絕 剛剛有方同學已經為我們簡單帶定題目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字眼上面 我方想作出補充 最重要的字是不能 指完全沒有性效 不可以作改變 上個變題都是指後天的勤奮和努力 不可以補足先天的餘品 換句話來講 即是指任何人的多大努力 都不可以補回自己不足的地方 對於這個變題 我方是絕對不同意的 因為它完全抹殺了努力的重要性 也都否定了努力的價值 任何人都是通過後天的努力 去改變 所以勤奮又怎會沒有用呢 另外 請有方同學留意變題中的補 是指補充填補一些 並不是指通過勤奮 就可以完全把一個愚笨的人 變成一個聰明的人 只是比以前震補一些 難道努力都做不到 那又可以改變些什麼呢 另外 絕就是指愚笨 天之低或者學習能力交叉 這些所謂笨著的人 可能只是靈悟能力交叉 或者對某些事情不熟悉 但是一次學不到就學兩次 兩次不行就十次 十次不行就一百次 這個世界上 難道真是有這麼多的事情 是怎樣都學不懂的 另外 睡著的人都只是某一方面 力不夠差 他寧然可以通過努力去 提升其他方面的能力 發展其他的才能 他只要集中在某一方面 大家以不斷的不停的練習 都可以改善自己的不作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熟能生巧這個故事 一個麻油的老人 通過不斷的練習 都可以成為一個百發百中的人 正如大作家老寫字冊 只有熟才可以生巧 寫過一次 振古不似樣 都可以帶來不少的好處 不斷地這樣寫作 才可以逐漸摸到文藝創作的底 那就證明了勤奮的重要 當然我們都不可以希望 自己通過努力 就變成一個天才 或者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不停地努力 一定會比以前進步 一定可以補回自己不足的地方 一件事 難道做過一百次都不懂了? 一本書 難道看過一百次都不理解? 但是事實上 只要它比起最開始的時候有所進步 它已經補回了 能力已經提高了 難道有一方同學還要堅持說 勤奮是沒有用的? 所以 今天的變題是絕對不成立的 而稍後 我方的一副和結辯同學 還會深入自測 不能是天才還是有缺陷的人 都可以依靠勤奮來 而言保不足 從而證明 今天的變題是不成立的 多謝各位 多謝反方主辯的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是2分55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然後請正方一副同學 請正方的第一副辯 承接我方主辯所講 將勤奮著這個觀念 來到現今講求變通的年代 已經顯得更加不合時宜 麻木地勤奮 我方甚至會認為是一種固執 一種不求甚假的表現 我方有以下兩個論點 第一 如果我們受到一些條件所局限 就算無論怎樣勤奮 都難以改變到現狀 彌補自己的絕 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有偉年青人 天生聲線低沉於牛 每次唱歌都一定走音的 就好像叮噹裡面的伴符一樣 就算他怎樣勤奮練習 始終都不可能突破到自己的聲線限制 彌補自己在唱歌方面的絕 除非他做了手術金換腥帶了 第二 如果我們並沒有受到先天條件所限 勤奮和補絕之間 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只是單靠勤奮 根本上是不可能補絕 例如你數學成績測驗不理想 媽媽叫你勤奮些 多些做練習 但是無論你怎樣勤奮 你都了解不到自己花這麼多時間在做些什麼 於是下一次測驗來到 題目指上面的題目 和你在補充練習上面做的題目 是完全不一樣的 於是你又再一次拿到很低分 而媽媽又再一次叫你做多些練習 結果自己就會越做越無奈 越做越氣餒 因為你根本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相反如果你知道自己並不明白題目背後的意思 及早求救 掌握有關的概念之後 自然就能夠融會貫通 成功補絕 當然我方並不反對 如果你的補絕 如果你的目標是拿取100分 就應該找到正確而有效的方法之後 必須更加勤奮 但是請有方同學留意 今天我們只是討論勤力 能不能夠保住 而不是勤力 能不能夠為我們帶來成功 各位 如果今天我方不幸樂拜 其實也都間接證明了 今天的變態 因為我方無論怎麼勤力 做多少準備功夫 都保不到辯論上面的主 但是如果我方有幸勝出 我方很肯定是出於我方充分明白到變態 和勤力無關 由此可見 今天的變態是絕對應該成立的 最後請有方同學正面地 回答我方的一條問題 有方同學 你們認為勤的定義是什麼呢 勤力到什麼程度才能夠保住呢 多謝大家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是2分4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一副的同學 師妹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大家好 我是反方的結別 第一副變 事實上勤力和努力是很重要的 正如中國著名數學家 華羅根曾經說過 努力用功比天之充滿更重要 同時林友田博士指出 百萬富豪裡面 有高達93%的人 認為勤奮是他們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同時 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格蘭威爾 在他的學納雞群成功者的故事裡面 提出了一個 他稱之為一萬小時的規則 一萬小時作為一個臨界點 指的是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訓練 你將會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 從中可見 只有通過勤奮 人才有機會成功 才可以保護自己的不足 另一方面 有方同學認為只有天分的人 才可以保護不足 這個世界上 難道只有天分的人 才可以成功 究竟有多少個天才呢 難道一切 只單靠天分 事實上 有很多天才來自於勤奮 例如大發明家 愛迪生小時候 大家都以為他是笨蛋 但是他不放棄自己 不斷努力 結果一生裡面 就有一千多項發明 他曾經為了發明電燈 閱讀了大量的資料 只是筆記都有四萬幾項 他試過幾千種物質 做過幾萬次實驗 才發明電燈 另外 美國華語科學家 何大一 被公認為外資病研究權威 他發明的雞尾酒混合式治療法 令到他成為了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 他又成功在疫境裡面 不斷進取 昨天好學的結果 他身於台灣 十二歲的時候 去到美國定居 當時 他連最基本的英文字母都不懂 更被同學痴笑為笨蛋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這樣 而經方七做 或者消極悲觀 反而被旁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將全部精力專注於學業 結果在六個月內 就克服了英語的困難 其他科目的成績 也都處於前列為止 最後他更以優遇的成績 下入了哈佛醫學院 投身醫學 正如著名經劇演員 梅蘭芳曾經說過 我只是個笨絕的學藝者 沒有充足的天分 全憑苦學 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在今天 這些人在我們眼中都是天才 但事實上 在他們小時候 或者未成名之前 他們在人家眼中 可能都只是一個笨絕的人 是勤奮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是勤奮令到他們 由一個笨絕的人 變成一個成功的人 由方同學 你們可能會認為 這些人本身就極具天分 但試想一下 如果一開始他們不努力 他們的智慧可以開發 他們的能力可以增加 他可能有很大的潛難 但他一開始 的確是一個愚笨的人 對什麼事都不清楚 通過努力 令到他開發自己的智慧 同樣 今天在我們眼中笨絕的人 都可以通過勤奮去改變他們 因為勤奮可以令人進步 所以今天的變態是絕對不成立的 多謝 反方一副同學發言時間是3分0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公辯的環節 正方公辯的時間 請反方主辯和一副需要暫立回答 請主編一副雜碼回答 是 準備好開箱計時 師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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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同學 你們剛剛所指出 麥油翁、愛迪生和何第一 他們成… 例如麥油翁 他很成功 可以將油一滴不漏 通過銅錢的洞 倒入油管裡 愛迪生發明電燈和何第一 他可以成為一個 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 他們的例子 是否真的和寶珠有關 來吧 因為 麥油的老人 也有通過很久的努力 才可以成功地百發百中 成為一個百發百中的人 有幫同學 你會成為一個 很努力地成為一個 去賭銅錢 成為一個百發百中的人 他們三個 他們是成功而不是補絕 有幫同學請你們 理解清楚今天的辯題 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是 勤力可不可以用來補絕 而不是可不可以為我們帶來成功 成功都是補絕的一種 成功和補絕是有層次上的分別的 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但也要通過努力才可以得到成功 女方學你也說了 通過努力才可以成功 而不是補絕 但你要通過努力去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 好,我們不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我想問一下 你認為明白還是琴才是真正的補絕因素呢 明白才是真正的補絕因素 好,謝謝有方同學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也懂得說 明白是補絕最主義的因素 那即是 好,這個工便時間完結了 接下來是反方工便時間 請正方主辯和一副站立回答 準備好可以向計事員示意 剛才有方同學說到 如果一個人沒有藝術細胞 就算演戲都不能夠令觀眾信服 我方都承認這一點 不過問題是你怎樣看成功 我方認為 總之演戲比以前做得好 已經是補回不足 另外一個人的成功 還要包括很多的因素 請你們正面回答 今天的變態是補絕 勤力能夠補絕 不是勤力能夠把我們帶來成功 那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你剛才說 你們如果這場比賽輸了 就證明今天的變態是不成立 但我方其實已經說過 只要有進步就行 並不是一定要成功 難道你們呢 難道你們剛才說過的話 又不算數嗎 補絕明顯是指能力提升到合理的水平 而補絕得不過取得成就的話 那我想呢 我本人現在真是絕到不得了 那我又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如果勤粉不能夠補絕 那為什麼有方同學我們 還有我們還要努力去讀書 如果一切都不能夠改變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什麼都不做 現在是 我們努力是唯一要去成功的 那現在有方同學 是不是已經承認了我方的論點 那如果有方同學認為勤粉不能夠 令我們的提升能力 那請問有方同學 你們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是 要找出正確而有效的補絕方法 和要找出絕的根源 我也認同你們這一點 我們首先要找出絕的根源 但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 把這件事做得好 時間已經夠了 接著是到正方的公辯時間 現在有請反方的結辯暫立回答 準備好可以向更事件示意 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 你們承接你們剛剛的主辯和一副 他們認為明白就是 保住的最主要因素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不明白一件事 那你勤力對那件事有沒有幫助呢 有什麼用呢 你才會明白 無可否明白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 當你明白之後 不去努力去解決的話 那問題也是解決不了的 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理通八理明的這個道理呢 有 好了 那我想問一下 那是不是只找到方法就可以呢 不用勤力了 我們都很認同 找到方法之外 需要勤力才可以 補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補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就不需要特別去勤力了 那我想問一下 沒有特別勤力 那就是 你們怎麼定義保住呢 我們就是需要通過勤力 才可以補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是要通過一定程度的勤力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 你自己在做什麼 那你保住你 你怎麼保呢 我們 請有方同學留意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 都沒有說過 說不明白 就要盲目地去 努力去保住 我們是明白到之後才去 努力去 保自己不足的地方 好了 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 請問你們 請問你們怎麼定義勤力呢 勤力就是 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外 不斷練習等等的方法 那根據你們對勤力的定義 只是靠勤力 是否可以得到補絕呢 勤力不一定可以補到全部 但要有少許的進步 就已經算做勤力可以補絕 那就是 我們可以補到辯論的技巧 才會 才可以 和辯論的竅門 我們才可以得到改進 那如果你們不明白 又怎樣才可以令到自己明白呢 因為我們會找到別人 我們會找到別人對我們適當的幫助 和我們自己 找多些人去支持我們 和提供一些適當的協助 其實也是勤力的一種 那就是認同了我方的說法 請問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一直強調勤不能夠補絕 那你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呢 是否真的靠天分呢 我們沒有說只是要靠天分去補絕的 而且如果做 給個例子 如果我們只是 我們做100題數學題 但我們只要明白一題做 做一題數的竅門 那我們99題都會得 我想問有方同學 請問你們什麼科目最差 你們又是怎樣改善 其實你們不是一樣是要靠勤力 要去溫習才可以補到這個絕 我最 我們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科學 因為如果科學 其實我 我只是去明白科學道理 那我就會明白到科學 學習科學的表現 那你是怎樣改善的呢 我會找多些 我會找多些 我會明白到科學的原理 還有找出一些人對我們的協助 這個工便時間已經完結了 工便時間結束之後 有一分鐘的時間 給雙方的傑辯整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时间已经够了 首先请反方结辟同学作结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主席评判 有方同学大家好 我是反方的结辟 刚才有方的出了一些正方同学 可能认为天才才会成功的例子 而刚才有方的一副同学 也都说过 如果一个人是有先天的不足 无论如何努力 他都不可以将事情做好 但事实上 通过勤奋是可以改变很多 例如是香港田径省手苏华为 出生无奈就发现患上 有先天性的黄蛋病 导致境戀 老神经和听力受伤 竟然隐身到手脚的协调性 走路的时候 左摇右摆 很多生活细节 例如是指手脚夹 也都要家人代劳 到八岁就要松麻妈每天背着他上学 看着他人生已经没了希望 但他通过不断努力 他终于开发了自己的潜能 他在世界的残劳中合共 赌得了五金、两银、三铜 和十面掌牌的嬌人成绩 另外美国可辱可辣 他幼年的时候因为意外疾病 而导致失眠和失省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他通过勤奋 不单只学习了阅读和说话 还以惊人的毅力 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科程 成为著名作家和教育家 事实上这些例子真是多不勝数 这都证明了一些天生愚钝 你不力弱学习加强的人 如果可以很努力地求求进步 也都可以成功的 所谓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努力也终会成功的 我们都知道归兔错跑的故事 兔子视约自己天生的优势 以为可以跑人乌龜 于是也在树下睡觉 但乌龜就凭着一股努力不下的精神 终于到达了终点 并赢了兔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愚笨的人只要努力 也都可以达成目标 每次的推边和努力 将会是你人生之中成长的一步 这一步可能只不过是一小步 但只要不断地努力 最后的改变是起到不可鼓量的作用 努力就会有收获 我方相信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相信两边就会有侧边 因此笨了可以先飞 勤一定可以保住 事实上 所有人一出生就是什么都不懂 所有人只有一张白纸 只要后天的努力 才能将各种知识和能力学会 越努力的人 纸上面就会越被填门 无疑聪明的人可能会较快填门 但就不代表笨绝的人不可以 只要不停地写 一定可以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那就不是正正是教育的意义所在吗 这些就不是正正是人生的意义吗 如果有方同学还坚持勤努力 不可以保住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那些笨绝的人 从一出生就没有希望 他们注定就没用的呢 联络请问有方同学 我们怎么判断哪个是天才 哪个是笨绝的人呢 我们又有权力去判断吗 正如著名数学家和流根讲过 聪明粗于勤奋 天才座于积累 所以我方绝对相信勤劳可以保住 这些就是前人告诉我们的道理 也是不变的定律 因此今天的变题是绝对不成立的 多谢各位 你的发言时间是3分06秒 没有过时 没有需要扣分的 最后请正方结辩作结 你有3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我是正方的结辩 在你们的眼中 勤力真的有如你们提出的例子之中 补绝的要素吗 我方并不是要说服大家以后做一个大两重 不需要再附上任何努力 而是我方所说的勤力根本不是补绝的要素之一 勤的其量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他因素上附作我们的补绝 但是如果没有了我方所提及的因素 根本不能够保住 由此可见 今天的变题绝对成立 单靠勤力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本末倒置的情况 有方同学刚刚提出了苏华伟的例子 其实他之所以可以拿到奖 并不是靠他的勤力 而是靠他对运动的热成 家人对他的支持 而他如果没有了医疗科技对他的帮助 他就不能够装意志 如果没有了教练的指导 他也都不能够学会怎么跑步 我方再次向各位重新 我方再次向各位重新 要来补自己的不足 真正要考虑的要素 目标是否明确 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有效 是否真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种种因素都影响着结果 这些才是真正能够令到我们保住的因素 相比起我方更加认为 如果我们没有很勤力地做好一件事 他以正确的态度去找出问题的根源 相比起那些只懂得勤力 而不思考问题根源的人 是更加有效去保住的 当然如果我们找不到绝的因由 就不好意思了 讲勤力保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藉口 但是一日不理解问题所在 都是无保于事的 一个人考试成绩不好 每次考试都错同一样东西 他希望能够作出改善 于是他不断再补充练习 但是如果他根本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即使他怎么样练习都是没用的 由此可见 我方坚持勤力本身根本不能够保住 也都请有方同学不要短张取义 或者勤力对于保住的是有少少帮助 就将他的功效无限放大 指出将勤能够保住 误到世人 最后我方已经透过多个例子指出要保住 才要考虑有没有受到难而推倒的条件所局限 就算没有局限都不靠近 由此可见 今天的辩题绝对成立 多谢大家 多谢正方杰辩红学 你的发言时间是3分11秒 没有过时不需要扣分的 比赛已经完结了 接着来请评判完成评分之后 就会为我们大家作出一些评语 先请香港中文大学语语辩论队员 苏恩乐小姐为我们作评语 小学生 其实今天两边的表现我都觉得真的很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第一次看小学生的比赛 中学就看得多了 小学生就是第一次看 而我觉得大家在表达上面都是非常之好的 先赞一赞大家 特别是有几位辩元我觉得是比较出色的 其实我想赞一赞 其实就是正方的公面 其实听他的发问 很多都是一些我在楼下听到想问的问题 例如最明显的第一条 我觉得非常之好的 就是问 其实反方同学有一些例子 跟补诀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真的 可能有一些例子 只是说我很努力 这样就能够去 令到我可能就是熟能生巧 但是是不是因为他先天上面有些不足 而努力就能够彌补了他的一些不足 这个是我觉得问得挺好的 而且尤其是之后 反方有些可能回应得不是 就是难些回应的时候 你也有继续就说 我们不再糾纏了这个位置了 那就转去第二条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问问题非常之重要的技巧 去转移其他的话题 来去问反方的同学 另一方面我觉得反方的第一副辩 在陈述上面 其实就有很多的例子 因为其实这条辩题 大家听会听得很多 将勤补绝 所以其实作为评判 是会想听到大家讲多些例子 告诉我们 究竟现实生活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例子 是说将勤真是能够补到先天的不足的呢 其实反方的同学 反方一副 就有很多例子了 而反方的结辩也有很多例子的 还有反方同学 反结的回应 在公辩的环子 我觉得是答得挺好的 回到一些辩题上面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今天正反双方 正方好的地方 是在于一些 问反方同学的例子上面 的一些关系 你们都说了很多次 究竟其实反方同学说的东西 和今天补绝是否真的有关系呢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多些例子 你们自己都能够给多些例子 就是说现实生活上面 会不会有些例子 是补绝是不能够成功的呢 其实你们的一副 都有说过 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句话已经不合适宜了 我就会想听多些 会不会说 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会里 我们要一些学历很高的人 但是呢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你们都有说过 一些练习啊 一些数学啊 可能其实你不明白 你怎样努力都没用过 那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能够读好一些书 那可能在现实社会里 都不能够有成就啊 或者都不能够弥补到 他自己本身不够聪明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可以给多些例子 而反方的同学呢 我觉得 其实你们有很多例子 但是呢 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下 那就是其实呢 正方同学呢 说了很多次的话 因为 其实呢 要解决的问题 你本身呢 你要先开箱 你要明白一些的 可能你 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那其实你们可以想的是 如果你要明白 那些不足的地方 你先前会不会 都是要努力一点 做多些练习 你才会明白呢 那其实你们有说到后来的 就是说 其实 明白了之后 你都是要很努力地做了 那你才能够是 有成功了 那但是其实可以想多一步 就是 如果你明白之前 会不会都是要做很多的练习 例如你数学有不明白的 会不会都是要努力一点 去问老师 那你才会明白自己 有什么东西的地方是不足的呢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里可以想多一点点 就可以回应得更好了 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两边的表现 真的非常之好 那所以就大家继续努力了 多谢 好 谢谢苏小姐 来 接着我们请香港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 前队员朱志安先生 为我们作出一点点评语 谢谢 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今天赛会邀请我担任这次比赛的评判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正反双方 几位同学表现其实真的相当不错 他们在表达上面呢 流畅的 甚至很多时候在小学的辩论赛 因为我今次大概做了第三场左右 之前都做过两场的小学评判 都会见到呢 有些小学生呢 他们是 他们读那份稿会流畅 他们会很花心机去念 但一些即时的交锋上面呢 可能就会差一点点 可能你没试过这种辩论的模式 但今场我会见到 其实正反双方的同学呢 其实都是有交锋的 是啦 都会有即时回应的 我觉得这样在小学的辩论赛呢 很难能可贵 所以我觉得各位不妨可以 在这儿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今次正反双方的同学先 好 那或者我就回今场比赛呢 我会有一点点 我觉得可以 正反双方可以再留意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的地方 其实今场呢 这条 这条 将琴补绝的辩题 很老生常谈的啦 但是其实 往往我们在某些字词上面 如果我们下一些定义 或者定义方面呢 做多些功夫的话呢 其实可能会开辟到一个新的进路 比如啦 我会觉得今次 就是在琴和绝这两个字 我觉得定义方面 其实已经可以下一些功夫的啦 首先 今天 今天啦 在琴这一方面 正方就说啦 觉得琴力呢 他们看回他们的例子 就会说啦 比如拿做数学的例子啦 他们会觉得琴力呢 是等于是死做烂做 是的 那这个就是琴了 那死做烂做固然不能补绝啦 但是 我们想着 我们有时候 琴这一方面 究竟 是不是真的等于 死做烂做呢 反方就问了一件事啦 问回正方 那你去找出问题的竅门 那这个是否涉及琴力呢 是不是你叮一声 就立即找到竅门 你不需要勤力去找先 那其实这个就是 对于一个琴的定义呢 一个我觉得可以再讨论的地方啦 究竟琴力 是不是真的等于我们以前呢 很多时候有个比喻的 那么琴力有什么用啊 你那么琴力啊 新界的牛够琴力啦 那又不见新界的牛 能够发达 那是的 那问题是我们琴的定义 是不是可以再有多少私下空间 今天反方捉得到这件事 在公辩的时候 你在公辩的时候 开始有问到这一类的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能够早一点 能够发现到琴这个定义的话 可以做的文章能够比较多 那至于绝那一方面呢 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定义的位子 就是绝这个字 因为我们会见到 其实绝呢 其实将勤补绝 我们很老身常谈的 我们会觉得 勤力做一百次一定会懂的啦 做一百次不懂就做一千次啦 我们总会好了的 那好了 就是一个绝啦 今天也是反方今天呢 很着重说的一样东西 会觉得今天绝 补绝不一定是成功 有进步 那就已经是呢 好过之前 那就已经能够达到补绝啦 但是正方 我觉得今天呢 有个位子 如果你能够再 呃 我或者说得逐少少啦 就是去尽一点的话 其实呢 我会觉得 你能够 吃得反方会比较硬 因为今天呢 我几欣赏你们呢 会想到一个进路就是呢 去抛开整件 我们去看回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些真是先天上的绝呢 我们未必能够解决得到的 譬如一些残障的例子啦 有些不是我们勤力就可以解决到的 譬如 举个例子 譬如我真是 我先天我摸了一只脚的 我硬勤力都好啦 我不会无端多一只脚出来 我亦都不会 硬勤力都不会走到 好像正常人那样 那所以这些绝有 是否真的可以勤力能够補充得到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 正方可以再用多少少例子 去证明 反而啦 你们说 你今天用的例子 譬如你说 用叛虎唱歌的例子啦 那其实我觉得呢 这些有趣的例子 我觉得欣赏的 我听起来都觉得新鲜的 但就刚好就被 反方用了梅兰方的一个例子 就真的认得很重 被反方答得很重 因为或者讲 两分钟我讲一个小故事啦 因为梅兰方呢 他们那边呢 就是说 是不停地努力 其实梅兰方以前呢 她是一个京剧演员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啦 很多时候呢 京剧我们讲的那些蛋角呢 是很靠眼神的灵力 眼神的交流的 但梅兰方天生呢 对眼没什么神的 眼皮是比较低的 那接着梅兰方呢 为了要克服这个缺点 她养成了一个习惯 养白甲 她养白甲呢 放上天的时候呢 她很全神灌着那样 看着那些白甲 从而透过呢 这个习惯 去锻炼她自己的眼神 和眼力 其实这个例子呢 如果你能够 再找到 再能够讲完的时候呢 你就更加能够 回应到她 叛虎的例子呢 那就更说 梅兰方便正正能够 反证到你 叛虎这一样东西 是的 那我如果这些例子 能够再详细一点 会好一点 还有 在绝那方面呢 如果正方 你讲先天残障的话 人家刚好结辩 就用了 苏华为这个例子 是的 大家有看《幸福相丰数》 那广告都应该有 留意到 我起初怕她走得比较慢 谁知道她现在跑得比较快 是的 但是 但是她这里 我们就可以想一下 有些绝 如果你能够找到 是真的不能够靠努力去填补的 譬如海伦海辣 这一个例子 海伦海辣 她固然说 可以做一个教育家 她是能够 黑虎学习能够得到成功 但是 你顶多 她能够论证到 在学习上的绝 能够弥补到 但是 有些听觉上的绝 我想她就算 硬勤力 她对着一部聆听机 去苦练耳力 我想她听一万次都好 我想她都不会是一个龙的 变成一个能够听到东西的人 是的 如果你能够在绝果方面 能够再说多些 不能够靠先天能够 保得足的例子的话 我想你的论述 会能够更加坚实 最后我再说 最后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在公变时间 因为公变的问答环节 其实我觉得挺新鲜的 在很多的辩论比赛 我都没见过这个环节 我会觉得有些位 可能在技巧上 大家可以做得 可以再完美一点 譬如 正方公变 她一问你 就说 例子 你今天所说的华罗庚 我迪生的例子 跟补充有没有关系 然后可能 反方的同学 一时之间想不到怎么回答 就拿着麦克服 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我们多数 因为我们不会猜到 对面问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 万一被人杀过措手不及的时候 我会建议 不妨 我们先找些东西回答 让我们一路回答 一路组织一下 譬如 我做一个示范 譬如她问你 例子和补充有没有关系 我是你 我现在毫不犹豫的 都答 有关 否则我说这些例子 做什么 是的 这些我会觉得 是一些小技巧来的 如果能够再掌握 一些小技巧的时候 公变 会在今场精彩之余 能够再更上一层 会更加好看 我的意见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谢谢朱智安先生 最后有请idebate.hk的吴婉琪小姐 大家好 我今天想 我真的很想 恭喜两边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因为我其实今次是第一次看小学的辩论 我觉得双方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么好 就是我本身来到的时候 可能我会觉得小学生 可能他顺顺利利 读了一份稿的 那份稿有老师 有些朋友帮忙的 那就已经很好了 但今天你们的临场反应 是比我 尤其是两位公变 两位公变都做得非常之好 就是给他们一些掌声 好 那说回内容方面 其实今天大家都找了不同的例子 尤其是范方 那刚才两位评判都说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的是 范方结变他出了几个例子 有苏华为 开伦海立 最后又出了龟徒赛跑 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例子 其实在正方主变的时候 他最后问你一条问题 他已经问了单靠勤力 可以补绝的例子 那如果你可以放在早一点 就回应了他们的话 那就可以 就是交锋可以再早一点 就不用去到结变的时候 才用这些例子去回应到他们 那今天呢 其实双方最大的分歧 就是在于大家的勤力 和那个绝 那个界定上面 因为开头的时候 正方就跟我们说 勤力是一种态度 那个绝就是先天性 可能残疾方面 这些呢 其实在反方他们说的时候 反方就将绝没有推到那么进 就可能说是天资 或者比较愚笨 但是去到最后你们公辨 就是去到后场公辨的时候呢 其实双方在针着的例子 或者一些追问 全部都在说这个界定上面的分歧 就是 如果 正方就把绝字推得有点尽的 就不断说先天的问题 残疾 但是呢 反方呢 就可能说是一些比较 勤力真的可以补到的 就是可能数学不是很厉害 那我做多一点 那我就会 可以 成绩会好翻了 那其实呢 今天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 两者有分别呢 就是正方呢 就提倡说 我们明白了问题的根源 接着我们找一些合适的方法 然后呢 和家人的支持呢 就可以解决了问题 那么呢 反方就是说 勤力 然后就保住 那其实呢 在勤力前面再加多一个step 就是明白的话 那其实双方 没有什么分别的 就是其实 反方可以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说些什么 就是其实 你们那个 一步一步这样走呢 你们的起点是勤力 那然后就去到改善问题 那但是今天 反方在勤力前面 就加多了一样的 就是说他要明白 那其实如果你们在回应上面 可以在 可能 公变 又或者第一副变的时候 又或者 有一个 早些家 就是可以 吃了他们 那就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那今天 正方呢 其实你们说到说 其实你们今天 不是说没有例子 但是我都明白 你们的例子是有点难找的 那我就觉得 你们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 因为你们今天用勤力 是讲一种态度 那我觉得你们想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 现实生活出现到的例子 就是刚才各位评判 都有讲过 那其实我听到也是笑的 那但是呢 会不会有一些是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 或者历史上面出现过的例子 那可以令到你们的说服力再好些 还有今天公变呢 其实今天 正方公变都做得非常之好 是 他真的有步步进逼的感觉 就是可以逼到 反方埋牆角 然后就 不认不得了 那就是我觉得 是的 今天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 那我意见是这么多 谢谢吴远琦小姐 那很多谢三位评判的评语 希望大家都是会继续努力 会得到进步的 那现在呢 就来到宣布 赛果的时候了 今天的辩题是 章勤不能补绝 由正方的 加洛萨姓玛丽小学 学校二队 对反方的人济医院 罗陈楚思小学 首先是宣布比赛的 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公辩 叶二望同学 那我们所有的 最佳辩论员奖 都会在决赛当日颁发的 接下来宣布赛果 比赛赛果是 0比2 有一票和 换言之 就是由反方 内陈楚思小学 赛出的 恭喜得胜的同学 然后请双方同学 和我们评判 一起来一张大合照 中文字幕作为